5月9号,第三届东西问智库对话活动在北京举行 本次活动以《发现彼此中法建交60年》为主题 中外专家学者围绕中法文明互建,展开深入探讨 两国的彼此发现从历史中走来 北京大学博雅讲习教授钱承担指出 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意从法国学习社会制度变革的历史经验 双方的彼此发现不断迈进 你们可以把大学的世界历史教科书打开 关于法国大革命那段是无从无尽 巨大的篇幅,不断地在那讲各种各样的细节 为什么关心法国大革命呢 我们发现法国能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 最主要的是法国革命那一段 法国和学家魏明德将中法文明比喻成美酒与好茶 因为不同,所以有互建的可能和互建的价值 文明互建是从形象大致开始 大致的文化资源与我不一样 但认识因为不同,所以才有互建的可能和互建的价值 我们彼此互相认识之后 就有办法交换文化资源 就像美酒与好茶 既能互相理解,也能互相回忆 想象是不同文明交流的关键 但误读也随之产生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大华讲习教授杨慧林认为 误读背后的根源是二者理解世界方式的不同 当今世界越是充满冲突和误解 就越需要学术层面的对话 对话式的学术研究 才能帮助人类达成真正的相互理解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于中仙看来 认识他者是为了更好的认识本物 我译了那么多东西 我为什么呢 并不是说要把外国东西搬过来 说中国人咱们找他的路走 而是我们要建造我们精神文明的长城 这个长城的砖瓦不一定全是中国的 我们可以有希腊的 可以有罗马的 也可以有法兰西的 但是这种主要还是为了 构成一种未来的这么一种精神的财富 这种精神财富 包括了更多民族 更多语言 更多文化的因素 这种因素在未来是有他的生命里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 欧洲研究所所长 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冯中平认为 误读不可怕 但可怕的是缺乏去相互了解的愿望 中国和欧洲都认识到对方很重要 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很大 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 从了解对方 有强烈的愿望去 了解对方去入手 这个中国和欧洲才会变好 世界才会变好 杨华戏剧创始人 艺术总监导演王可然 在谈及他所制作的话剧《悲惨世界》走向欧洲上映的过程中指出 合作的过程就是发现彼此相知的过程 如果仅仅是我发现他 他不发现我 我们这个合作还是坚持不下去的 发现彼 发现我 让彼发现我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工作 没有这样一个工作 平等无同谈起 第三届东西文智库对话活动 由中国新闻社主办 东西文智库 和中国新闻周刊城办